大家好,我是小琼,日本重量级摇魂歌星上山声压周出场国内母班奖典礼,现唱了灌篮高手的主题曲,直到世界尽头,是热力十足的嗓音,想简直一秒浑船童年啊 我这场外观众都差点炉内高潮了,结果现场观众却一连冷静,任你台上这么热血,我自微然不动,现场明星的互动更是尴尬,不知是太紧张还是太害羞,各位年轻人乡们举起呢像是见了班主任一样,看得网友都替他们着急 这台下全部都是美丽的美丽的女人 我想听到女生,美丽的女人在哪里 而要是舞台应援中最尴尬的,莫过于这场了,不管李文台上台下怎么互动,底下的观众都稳如泰山,把一首美丽的笨女人活活演成了小品 不少网友评论说,国内观众太端着 其实我觉得,这个也跟咱们国家韩区内敛的文化有关 二来,咱们国家的娱乐文化产业还不是很发达 观众没有娱乐精神,明星又太多偶像报复 所以导致李文这种非常稀释的互动,遭遇了水土不服 相对来说,日本和韩国的舞台应援就专业很多 像韩国这种以娱乐产业为蜘蛛产业的国家 几乎可以说是全面娱乐 偶像团体不仅可以露演,甚至可以去部队慰问演出 而部队战士的应援也可以说是相当应和了 而在宅文化盛行的日本,那应援就更加专业了 你以为宅男都是这样的 但其实他们是这样的 每个国家文化不同 就导致了应援方式和反抢不同 虽然目前国内观众还不太能放得开 但随着国内娱乐产业的发展 相信大家也会越来越奉批自我吧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